26号下午 厦门市景美区第二届首创青村两岸青年相创研学工作营活动 在敏台研学总部正式启动 近60位两岸大学生青年创业者将利用10天时间围绕景美区后溪镇五个标的物进行设计创作 为打造海峡两岸乡村振兴合作基地奠定基础 本届首创青村两岸青年相创研学工作营 邀请53名两岸不同领域的高校师生分为五个组别展开设计创作 这次我们比较创新总共四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来自于空间设计的改造 第二个方面是来自于平面产品的改造 第三个方面是来自于产品包装设计的改造 第四个方面是来自于这线下最流行的新媒体产业的引导引路 开营仪式上两岸高校产业技术联盟 首批乡村振兴顾问团六位专家正式亮相 他们也将参与到乡创研学工作营的实践中 据了解首届首创青村乡创研学活动于去年举办乡村振兴主题鲜明 今年的活动首次邀请了台湾岛内中原大学 台湾中国科技大学金门大学的实名师生 通过线上参与乡创研学 活动结束后创作成果将纳为专项项目推动成果落地转化 因为我们是属于研学类的 那我会希望可以在这十天内打造出一个专属于城内 然后可以并且让城内带来更多人的一种研学课程以及文理路线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